头89线例行产业道路30k处 因日前连日豪大雨崩塌造成交通中断 在县议员廖文贤的陈情之下 县长黎明珍也带领公务处等相关单位到县场会刊 廖文贤议员表示 目前30k处的路径已全数流失 也希望县长能够协助找出办法抢通 让例行产业道路短期内能够通行 高兴我们县长亲自来到我们头89线30k这个地方来会刊 这个地方崩塌非常的严重 路居都没有了 在这里我们也是恳请县长能够协助能够帮忙 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让这条路在短期内能够顺利的来通行 县长黎明珍表示 因为久汉未雨之后吐实松软 后来的连着好大雨就造成 例行产业道路30k处大崩塌冲毁入基 因民众及议员陈琴 希望能够抢通临时变道以利通行 在现场会刊后 也研议在原有的道路上方抢通变道 以利居民出入及产业的运输 由于已经下了太久了 这个边坡大探方 结果把我们连行产业大路89至30k的这个地方 把他冲掉了 整个路区都摊掉了 现在交通中断没有办法来进出 台币一个变道 让我们这个 把头89线的大路能够通行 他今天来废杆之后 县长跟我们公务处长 还有我们相关单位研究之后 我们就是认为 在这个县有的头89线的上方 他再开闭一点临时变道 副卫长排一圈肯定 令县长的用心 并表示 头89线例行产业道路 是居民出入及产业运输的主要道路之一 也希望会看后 可以紧速地来抢通 临时变道 以利居民的出入及产业运输 记者陈伟一 任来湘采访报道